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你烦死了 发现一名被害人的男性 我都不敢碰他 可能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他没有密码 我一回给点时间不行 何老师救命 是这个吗 导演呢 没有红薪啊 我发现没有人之后 我觉得我可能是掉了一个陷阱 一个模拟的案发现场 而且是一个命案的案发现场 这就开始了 我才不会呢 有点太突然 完全不给我有准备 别睡了 不是说见导演吗 导演呢 导演出来说话呀 现场发现一名被害人男性 25岁左右 身高约在1米8左右 右侧颈动脉 被锐气切割 失血过多 目前已经没有脉搏 在他的手边放有两杯咖啡 这两杯咖啡品牌 温度都差不多 应该是同时购买的 它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唇印 所以两杯咖啡的主人 应该是约着一块到这来看电影 真霸道 一人被欺压了 粉丝出来帮忙 我要巨额解约费 先把那个门口记下来 门口那个人拿了221B 然后一个奇怪的人 然后拿了手机跟剪 然后这不是 摄像这个要密码 何老师救命 你们在耍我吧 什么赤子花开 何老师不在 花 花 我要去找花盆 花盆里有什么 别过去看没有 CB吗 CB 是不是这个东西可以放出什么影像 你不觉得我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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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放也放不了 然後電腦也放不了 轉帳 我妹妹轉了一億 他們已經是有金錢上的糾葛了 可能想要用這個錢來解約 枝子嗎 後來我就想到 卓羅一直在跟我比這個 我進來的地方有兩幅畫 一個是思想者 腦袋頂上有很多在打瞌睡的那個符號 其實也是Z 另外還有一個超人的畫像 他身上也有一個Z 枝子花開 第一個字也是Z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Z 開了 當它開的時候我覺得很開心 那個是我覺得做偵探 最有成就感的那一瞬間 我發現我有一個很大的誤會 就是死的那個人其實並不是藝人 而是金部長 現在公開玩家的推理能力測試分數 現在公開玩家的推理能力測試分數 首先公布的是 喬震宇的分數 他的分數是 四十五分 八十八分 八十八分 好高哦 好高哦 你是第一 你是第一 你应该不是 接下来公布王欧的分数 电脑里有什么 门牌号射 九十 王欧的分数是 三十分 最后公布 何炯的分数 何炯的分数是 九十分